好 還是先來看到 昨天台股斷頭式的暴跌了1807點 創下了這個史上最大的跌點之後 哇 今天又像雲霄飛車一樣的往上衝 而且一路震盪起伏 最後是暴力反彈了670點 也創下了這個史上單日第二大的漲點 只不過呢 投資人還是膽戰心驚笑不出來啊 就請教敏寬 因為今天關於這個AI可能泡沫化的傳聞 跟揣測非常的多 你怎麼看這些說法之外 你又怎麼看 不服輸的台股今天的大逆轉 股友怎麼打招呼呢 這兩天的股友打招呼是 欸 斷頭沒啊 斷頭沒 然後對方就會說斷頭了 斷頭了就出去了 就乾淨了 幹嘛這麼悲哨 有第二種回答 還有回答 第二種回答是 欸 斷頭沒啊 你怎麼又斷頭沒 補錢了 補錢了 那補錢了就過關了嘛 今天早上才先老 怎麼說 前早上我接到一個朋友 很久不見 他跟我說 阿快阿快 我上報紙啦 為什麼 我跟你說 中部重大 我約那個人就是我 他說我盡力的啦 他說他前前後後缺六千 說我的客人缺一堆 他說他拼命扛拼命扛 扛到後面差四百七 然後他說他今天會把他補好 所以簡單的說 後面就少講一個萬 對對對 好 那跟各位談 台股經過今天的整個清洗之後 大概慢慢的走出了加護病房了 來跟各位說 今天這個行情有貓膩 什麼叫有貓膩呢 先跟各位談 第一個 昨天行情跌一千八百點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外資啊 我入行接近三十年 他在嚇你一定是打到你知道 所以呢先跟各位說 三大法人就是一千億一千億的賣 賣到你會手發抖 賣到你會腳發軟 發軟完之後呢 像今天早上 昨天美股還跌哦 早上台股開高 那為什麼開高呢 很簡單 台積電 聯發科 雙王 先把位置頂住 我不退 那我不退完之後呢 下面這個下殺可精彩了 為什麼呢 盤中這個下殺 OTC指數盤中跌五趴啊 心風邪雨 所有人都在追電話 快點快點啦 誰誰誰 某某某先生小姐 快來補一個錢 所以就往下殺 殺完了之後呢 墊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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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 我先跟各位說 當那些人含著眼淚 把股票殺在最低點的時候 都是那種懂的人從下面接走了 都是懂的人下面接走了 所以呢 台股尾盤漲了670點 收在20501點 但先跟各位說 今天台積電是從頭到尾 他就是我 今天我一步都不退 所以今天台積電就是直接開高 開高走高 尾盤收在880 但台積電現在故事還在精彩呢 但我們現在一折一折來說 如果導播可以我們先看一下 南韓仁川這場大火 現在電動車有個大麻煩啦 任何牌子都一樣 賓士的電動車各位這夠高檔吧 賓士的電動車呢 結果呢他目前在車上 還是放中國寧德時代的一個電池 結果就在南韓的一個仁川 一場大火燒下去 現在的電動車是本來一台燒 又起一台燒旁邊兩台變三台 三台再燒前後變九台 然後沿路就這樣 砰砰砰砰砰砰一直燒 又起 車火燒得很快 一口氣就燒了140台車 一口氣就燒了140台車 可是呢大家突然間發現 不太對呀 我花了大錢買了德國的一個名牌 德國名牌賓士汽車 怎麼會裡面的電池 是寧德時代的電池 那我跟中國車在整個電源管理上 有什麼差別嗎 所以呢這個時候 第一個商譽受損的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最新基辛格 現在全市場都在猜 基辛格會不會下台 結果基辛格現在找了一個新的人 來當所謂的電背的 他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我的替身是他 我要專心的來做AI 但現在基辛格也放火 為什麼呢 這一把火把Intel燒太大了 先跟各位說 Intel他們成立到現在 從來沒有這麼羞恥過 股價第一個跌跌跌跌到現在 各位你去想一家公司 道瓊成分股一天可以跌26% 股票賠錢也就算了 重點是還拿著美國政府的 晶片補助款的一個法案 所以現在很多人叫道瓊指數說 哎呀敢換掉啦 換掉換掉啦 回答再怎麼看都比Intel耐打多了 所以呢Intel目前是道瓊的成分股 對不對 把30大成分股換掉 換成回答 那當然這個看後面長官們 他們怎麼去後面 怎麼來做整個後面的一個 所謂的 來做什麼後面的推敲 但我們先說美國政府這一波真的顏面掃地 嗯真的 各位還記得嗎 三百九十億的美國晶片法案 那個時候台積電是判啊判 是等啊等 後面想一想 我跟小媳婦一樣 你們美國連拐帶片 把我帶到亞利桑那來 我蓋了第一期的廠 還蓋了第二期的廠 千軍萬馬全部都進來 美國的工人又不聽話 所有的東西都我一個人稱 那你補助款要給我多少 沒獎 錢給了誰呢 給了Intel Intel給多少呢 還給很多給了八十五億美金 所以先生跟他說 Intel可以說是人財兩得 人財兩得 想不到錢發了之後 拍拍屁股轉身就跑 各位還記得嗎 Intel全球財源嘛 一財不得了 全球財十八 財了一萬五千人 發錢給Intel八十五億美金 他反而財一萬五千人 所以說我們面子丟大了嘛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看錯說 那個扶不齊的阿鬥 所以如果給台積電 不知道該哪裡去了 給台積電早就飛到天上去了嘛 扶不齊的一個阿鬥 這是一件事情 還有這兩天不是一次在喘一件事情嗎 現在呢 輝達的GB200 他有三六跟七二系列嘛 對不對 出現重大瑕疵 結果近期再喘 又起瑕疵是臺灣人找到的 本來美國都已經把圖都做好了 丟到臺灣來 臺灣人那個看怎麼看怎麼不對 這樣做得對 這樣做真的沒有問題嗎 所以據傳台積電找出了輝達的一個瑕疵 但你要想到最近不是全世界AI跌到東倒西歪嗎 大摩今天又說了一句話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台積電的ADR 在重挫之後 他覺得台積電更有吸引力啊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就是未來在整個AI當中的中流砥柱 所以簡單的跟各位說 又起的節目兩個月前就跟各位說過了 你要做AI要做上游避開下游 所以上游就是台積電啊日月光啊輝達等等 那下游呢廣達跟鴻海嘛 所以各位去看喔 誰跌比較多下游跌比較多 上游就相對來說比較有競爭力 所以現在來說 他們就認為台積電中挫之後 更具所謂的一個競爭力喔 但現在呢想不到連谷歌都危險啦 谷歌本來就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講實在話 谷歌目前在全世界喔 搜尋引擎 他真的是龍頭啊 那現在就是AI說搜尋引擎都一直是你龍頭 所以現在OpenAI才說要搶這塊市場嘛 但現在美國的法官說 不對喔 你這個算是非法壟斷喔 先把跟各位說非法壟斷 他怎麼壟斷喔 現在谷歌呢 他就聯手蘋果 這個是蘋果陣營的第一把交易嘛 再做三星 這個是安卓陣營的第一把交易嘛 這兩家公司所有的出廠的 整個搜尋的第一個 你想到的就是谷歌 所以谷歌的營收不得了啊 谷歌的營收高達三千億的一個美金喔 所以現在呢到底谷歌夠得不了這一關 這個後面要來看 好 剛剛不是跟各位說英特爾不耐打嗎 現在有一家公司爬起來了 而且是蘇之鋒帶領的 這個叫AMD喔 AMD現在已經說了 2024年AI的一個產品 本來估計是在38億到40億美元之間 現在比預期中好 供45億美金喔 但超為第一個放棄自己製造 第二個台積電那麼厲害 全部丟給台積電來做 目前全力來攻AI 目前是揮答一哥他是二哥喔 但他也超車在英特爾這一塊了 現在重點是台積電怎麼解套 各位別忘了喔 台積電被川普點名嘛 就說台積電啊可惡啊 他把整個美國的工作都搶走了 當然這句話是選舉的話 但台積電是真的很強 所以台積電他自己把自己分拆開嘛 他說不對不對不對 你不能夠把全世界那種全部都怪到我身上 全世界當然就現在來說的話 64%的晶片是台積電做的 93%的先進晶片是台積電做的 但現在呢台積電要想辦法 台積電跟英特爾要各自解套 要避開眾人的一個目光 所以現在呢 對於整個所謂的英特爾他怎麼做呢 英特爾有可能在未來這一兩年 成為台積電前五大的客戶 所以呢台積電會去接英特爾的IDM單 高達80到100億美金 第一個避開所謂的一個反壟斷 你美國政府不能再說我反壟斷 因為我誰的單我都做 誰的單我都做 我台積電是一個自由的任何人來投單 只要符合你們美國的法規 我就幫他做 而且我幫他做到盡善盡美 然後對英特爾來說的話呢 英特爾真是慘啦 英特爾現在自己做一塊晶片 各位要賠六千五百五十塊美元 所以呢做的越多就賠的越多 那既然做的越多就賠的越多 怎麼辦呢 把單丟給台積電嘛 我就自己設計 設計完之後呢 台積電你幫我做 台積電你幫我做 所以現在呢 美系的外資才會說 未來台積電呢 目標價是一千兩百二十塊 為什麼呢 因為就目前來說的話 大者恆大 強者恆強 而大家看到AI AI真正的強者 只有兩個 一個叫做美國的回答 另外就是台灣的台積電 不過這當然也請教他真威啦 怎麼看 賴總統在上任之後所遭遇到的 第一場全球性的這個股災啊 當然我們希望後面不要再發生 可是呢 這個在台股今天暴力反彈之後 反而是有這個股市分析的 這個作者認為 今天台股整個的震盪起伏 比昨天下殺一千八百零七點 還要更殘忍 此話怎講 那當然今天很多人也提到巴菲特 說他在股災之前 就大量的賣出了手中的這個蘋果 還有台積電的持股 有人說他很神 有人說股災就他害的 那另外再加上AI這個 最近坦白講 沒有很多大的這個好消息傳出 又有這個中東的這個戰士 現在蠢蠢欲動 所以有太多的變數在裡面了 那你怎麼看 未來的這個台股走勢 到底應該要注意什麼 還有怎麼看政府這次的因應 我想這一次的確是全球性的大股災 而且台股也創下 有史以來最大的跌點 但是就像又齊提到了 今天其實震盪起伏 超過昨天 今天其實拉到開盤的時候 甚至聯發客還漲停板 那盤中的時候 台積電幾乎差一點點漲停板 可是在這裡面居然 盤中還一度翻黑 再往上拉 當然最後收盤 收670點 漲是這樣漲 可是又齊昨天跌多少 昨天跌掉1807點 對 幾乎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你覺得今天算是強嗎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大盤有幾乎往上攻 當然有 你可以看到今天日股 韓股還基本上一度 熔斷 昨天它的熔斷是急跌到熔斷 今天是突然暴漲到熔斷 如果日韓股 對其實整體對上漲都還熔斷 你就知道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整個的股市是有救 而且其實應該要充滿能量 但是今天為什麼呢 好這問題就在這裡 管理品我們要留意 其實股市 與其你說基本面產業面 有些時候我們必須要講 真的就是信心面 真的是心理面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出的8月的股災 8月股災不是只有一天 是8月2號到8月5號 這兩天加起來的8月的股災 是全球性的 可是我覺得這變成了 在賴政府上任以來 我覺得第一道 我覺得是比較大的挑戰 來我怎麼說 我們從今天你可以看到 好像終於喘一口氣 觀眾朋友你們來看 這是今天的書 這個剛剛出來的 你看今天證交所去證實 有13戶 他沒有繳金額2.3億 也就是他就是違約交割了 2.3億 管理比喻 你以為是今天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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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7200 這是上個禮拜五 跌了1000點的時候 那時候1004點的時候 違約交割2.3億 昨天跌多少 1800億 我們怎麼知道 還違約交割多少 我跟你講 這是人民的生命財產 這是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所以我們就要去檢視一下 過去 這個上個禮拜五到今天 好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為什麼這波段的處理 有可能大家對於信賴 政府在這方面會有一點點 覺得這個蜜月期是不是還沒有完全的進行完畢 你可以看到 來 昨天這個 我有一樣部分是這張字卡 管教平我們看一下 這上面寫什麼 這個所謂的今日暴跌 當然是昨天8月5號 好 尤其你看8月5號 這是8月5號下午1點44分收盤 昨天跌了1807點收盤的時候 突然證交所說將在下午3點宣布救市措施 觀眾朋友我跟你說 以往 如果是以往小英政府 我們以前的印象 我必須要講 這個應該是在上個禮拜5 8月2號下午的1點44分就應該發出這個 所以我們時間正式慢了半拍 中間有兩個交易日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股民是很有感受的 因為其實你上個禮拜跌了104點 這個也是當時最大的股災 不值得你證交所 你應該在底下下午就應該宣布召開實施嗎 好 那這還不打緊 你時間慢一拍 來 我們看一下 結果呢盛大的召開了 結果下午告訴你 你要做什麼事情 他告訴你目前沒有救市的措施 這大家都有印象嘛 昨天大家就在等啊等你 希望說你有什麼樣子的主張 結果他是在 昨天他就告訴人家說大張旗鼓 結果告訴說目前沒有救市的措施 很多人昨天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的經濟部長郭志輝 坦白講 經濟部長郭志輝也很辛苦 而且我們也認識他 其實他是非常優秀的專業經理人 他也是企業的創業者 我們其實心裡很欽佩他 可是昨天就是很巧 在股市正在大震盪的 殺1000點的那個前後 他正好出來接受訪問 結果他說的說的這個內容來 關心病我想很多人 昨天心裡感觸很深 在重點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說全球的股災 大家有心理準備 這是景氣循環的一部分 更重要是他一露臉的時候 大家心情剛放輕鬆 所以鏡頭有拍到 他好像還有一點點笑容 我跟你講當下我相信很多人 幾乎差點就 我只能說這是身家財產 瞬間蒸發的那個瞬間 看到有人在有笑容 你知道嗎這就幹嘛 這一定給藍營立委們 或者是給藍營明代 最好的一個切口 不是嗎 不是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在這裡面 當誰不知道說這裡面有景氣的 極端氣候的影響或變化 基本面 我說實在這一次的股災 哪一件事情是我們台灣做的 哪一件事情 沒有 這次發生的8月2號 跟8月5號的股災 從頭到尾 台灣我們台積電難道不好嗎 昨天打到快跌停 今天拉到幾乎快漲停 台積電做了什麼 台積電有哪個單掉了 或哪個地方不好 都沒有 它的基本面從來沒有不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也只能說 我覺得 該說話的時候 該出來的時候 時間比較晚 政策一大堆考古題很多 我們拿一條出來用 也可以安民眾的心 那還有出來講話的官員 我們本來期待的 會是財政部啊 或者是金管會 可以動股股基金這方面的官員 沒想到最後出來 是經濟部長 經濟部長好像管的是能源電力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接下來台灣下一步該做什麼 又齊 你會覺得今天漲了670點 台股安了嗎 你會覺得是如此嗎 很多人放不下心耶為什麼 我覺得台股目前 為止量跟價 你看昨天我們已經有講過 如果我們跌107點 今天我們才漲個670點 我們希望三天之內 昨天跳空跌下來的 半年線的這個缺口 我相信政府 我相信它是有這個能力跟決心的 它可以把它拉上來 可是在這裡面 我們就要留意了 這裡面關鍵 我還是認為台積電 我覺得目前為止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過 台積電什麼都沒有做 也沒有任何的地方不好 它的基本面都非常的優 各國的訂單都要搶台積電 包括5奈米跟3奈米的訂單 可是現在你光看籌碼面 目前為止 來 觀眾朋友 你不用太過擔憂 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台灣 台積電目前為止 歷次的一個跌停 總共大概是昨天是3次 那麼如果你從它大跌跌停的 那次它非常少 以前台積電才37.95 在古早以前 是2008年那時候金融海嘯 它那一次跌停過一次 可是你看一個月之後 漲了21% 漲了21% 那如果是2013年 也就是上一次 它是7月19號跌到98塊2 陷了台積電一度 現在最高都是1080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當時一個月之後有小跌 負2.7 所以你知道在過程當中 你震盪出來的籌碼 其實都是對台積電 不公道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只能說 接下來我們也想知道 一個月之後台積電有沒有機會 穩在一定的該有的水平 但是當然外資有講 漲到1200塊 稀率有 甚至有人也喊出1400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整個全球股市的股佔 跟台積電合適 但是它卻身在風暴中心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穩了 它本來就是比大盤強 那麼我覺得到時候我們可以觀看 如果台積電回穩 我相信全村的希望的台積電 一定能讓台股回穩